上个月完成代表大会 却惹来党员不满的巫统 目前已经会见社团注册局 探讨大会是否违反了议会常规和党章 为此 党主席纳杜斯利·阿莫扎西 称赞当局在这起事件 聆听了双方的说法 完全彰显秉公处理的态度 巫统在上个月被爆出 代表大会违反议会常规和党章怡云后 巫统现阶段全面配合社团注册局的要求 借此鉴定大会的所有决定是否合法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表示 总秘书拿督斯利·阿莫·马斯兰 和巫统的法律顾问 已经会见社团注册局两次 但他坚信刚过去的巫统代表大会 没有违反任何条规 一切决定合情合理 同时感谢社团注册局秉公处理 聆听双方立场 至于大刀阔斧 一次割除或冻结多人党籍的后续进展 扎西声称 巫统纪律委员会已经做好准备 接纳和考虑他们的上诉信 但他表示 至今还没有接获任何信函 另一边乡 也是前首相的巫统副主席 纳豆斯里伊斯迈沙比里早前感慨 身为团结政府一份子的巫统 犹如被搁置的在野党 从而表达不满 身为副首相的扎西 在讨论这项课题时 只是简短回应 指这是伊斯迈的个人意见 不过扎西表示 自己不会评论伊斯迈的这个论述 因此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